看起来就是大家讲的在美国是一个万万税的国家 基本上什么都要交 你活着要交税 你死了要交税 那就是这里面有一些就是说 也有一些省税的方案的 那么这CPA就知道 你可以让大家可以找CPA去问我 或者说financial planner 他们都知道 那么就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 你能够省一些税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讲到这个credit deduction和credit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这就要提到什么呢 提到这个2017年年底的税改 川普的税改 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 就是他的税改 就是从2018年到2025年 我们现在是新的税法了 这里有一些变化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牵扯到这个deduction 我们一般就是1040上的话 你算到你的AGI 你的adjusted world income以后 紧接着在原来 18年之前 紧接着你就有两项可以deduction 一个就叫personal exemption 这个就是完全算一个人头的这个deduction 就是你家里有多少人 比如四个人四口人 夫妻两个两个孩子 那么你就可以4乘以4050 好四千五百 五十块钱四千 五十块钱 那么这个的话 你一乘大概一万六 一万六就可以做一personal exemption 做一deduction 来减少你的adjusted world income 好 但这个呢 在2018年和2025年这个税赶 把这一笔去掉了 就没有了 但是紧接着下面 在原来呢 就是旧的那个税法的话 你那个personal exemption 完了以后你还有一个standard deduction 或者说叫itonized deduction 这两个你二选一 那个高 一般大家就用那个来减少你的税收 Taxical income 好 那么在2018年和2025年这个新税法之下呢 他虽然把personal exemption去掉了 但他把这个20 就是这个standard deduction提高了 double了 等于是一千 你是individual来报税的话 你是六千块钱的的dodact 现在变成一万二五千两百 好 然后你的出期联合报税 以前是一万二 现在变成两万四千四百 这个standard deduction就完全提高了 那么同时呢 就是新的和旧的这个itemized deduction 还是存在的 itemized deduction 就是说这样讲standard deduction 它是一刀切 就是你根据你的报税的那个status 你的那个是个人报 还是就是夫妻联合报 它就是这么两个数字 一万二和两万四 好 那你所有人都一样 你不用操心别的 那么itemized deduction 它就是比较细一些 它有这个其他的好几种expenses 你可以加分一起 偷偷看你多少可以dodact 是这样子的 那么大家一般就是说 它standard deduction高 还是itemized deduction高 在税改之前呢 很多人还是能itemized deduction算出来 比standard要高 因为standard只有一万二啊六千 不算很高 对吧 那么税改以后呢 这就不一定了 大部分人可能会有了standard deduction itemized deduction它也 为什么它更低了 除了standard deduction提高了 itemized deduction的限制也更多了 这就是税改以后 它的有些限制 跟我们华人可能比较相关的 大家需要知道的主要一个是 就是state tax 就是以前呢 你所有的state的local的tax的话 你交了多少 你这个全部可以用来 抵点什么税 但是现在新的税法呢 它就给你分顶到十一万块钱了 那么你一万以上呢 你就不能去抵税了 OK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说 mortgage 我们大家很多都听说过 说啊 我要买房子啊 我地interest都可以 就是mortgage的interest可以抵税哈 是的 就是你现在还是可以抵税 只不过呢,它以前的旧的那个法律呢,就是说你在100万之内的这个mortgage的interest都可以抵,现在每当75万了。 那么对于有一些就是有豪宅的家庭,或者说有这个两个,就是primory的这个residence,你自己住的residence有两个的话,加起来可能都超过100万的mortgage,那么就只能抵75万,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缩水的,对吧。 再一个它就是medical expenses deduction也有影响,medical就是等于说你这个,比如说你自己out of your pocket,你花了1万块钱,那你要看,你这个值和你的那个adjusted gross income的0.75来比一下,就是说如果它超过那个以上的部分才能抵取。 那么在2019年还是保持了0.75,但是呢,sorry,7.5%,然后在明年的话就开始就变10%,那个就更高了,你知道吗? 这个对我们有影响,再一个就是说它比较自然灾害啊,carotage啊,什么这方面呢,以前就是说你个人的personally可以deduct,那么现在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只有国家declared的这个disaster才可以deduct。 所以就是说,总体来说呢,adultage限制更多了,恶毒都变了,然后呢,大家adultage算出来的数字可能真的不如standard deduction高。 所以呢,standard deduction就是大家一般来用的这个deduction,ok? 基本上deduction就这几种哈。 我是就是1990年从国际航来到来到美国。 两年前遇到了这个狗人的机会呢,我就开始接触到self-reporting的微信导致。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一些数据画的文化呀,然后去的下集,采访了这些文化。 那么,说一句话呀,什么的啊。